我说你这个在一个带电流的导线里面 它的作用力是多少 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 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 跟我们刚刚所探讨的问题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在讲我们的force magnetic force的话 它基本上面都是在讲 放在一个非常小的element 那这个小的element呢 你可以把它视为 这是一个carrier的一个小区间里面 那对这个carrier来讲的话 这里面有n个carrier n是什么 n就是我们的carrier concentration 那就是等于单位体积里面 有到多少的charge 我应该讲多少的carrier ok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到底在这里面有多少的charge 我说如果这个element 它是dl的长度的时候 那我们马上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q啊 在这个小的范围里面 是等于你的截面积s乘上dl 这就是你的bar 在乘上你的n 就是你的total的carrier 那每一个carrier 所带的电荷 如果是q或者是-1好了 我说是电子 ok 那你total的dq 在这个区间里面 dl的小区间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 整个的 这个dq 就是这么多 那对这个dq来讲 它所受到的力 就是df df是等于多少 df我们刚刚已经看 知道了就是说 fdq 乘上v drive velocity 乘上v close v ok 那这个v就是你的draft velocity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把你这个 换进来 户1 nsdl 乘上v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就是说 你现在你的速度 乘上 我看 我们把i引进来 i的部分是 我说 j是等于nqv ok 所以 电流 电流 j的部分 我们先把它 引进来 所以n 这边已经有了 v 也有了 q 是这个 ok 所以我们知道说 j是等于单位面积的电流 i 那我们的单位面积是s 所以你把单位面积的方式 放进来 s 这边就是s分之i i是等于nqv 所以i的部分是等于nqvs 所以nqvs 这个就是你的i ok 那dl close b 这是 不得不做的 因为你这边有一个close 你必须要把 carrier的 velocity的方向 引进来 这个close的位置 但是电流i本身是什么 电流i本身是一个 scare 所以你必须要把 电流 也就是 current density的这个 这个方向呢 放到哪里去 放在 dl这个位置上 所以dl我们把它的项链 挂上去 换句话说 你的dl 它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你的draft velocity的方向 也就是一般我们在讲的 这个current density的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的df啊 v是等于idl closeb 换句话说 你的carrier长度是多少 对不起 我的current的 带这个电流的长度 total的长度是多少 我这边积分就整个把它积起来 就是我total的force 那记住这里面是一个向量的积分 你唯一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向量积分的部分 整个向量的积分的部分 那这就是我们带电流的导体的话 它所受到的force的一个大下 我想这个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 让你们回去想一下好了 我说我有一个导线 I1 另外一个导线 I2 OK 那 你现在你看到了 I1的导线会作用到一个force 作用到I2上面 I2的导线也会作用一个force到I1上面 这是你们都知道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V值 OK I2 作用到I1上面 是因为I2这个导线 电流环产生一个磁场在I1上面 所以 所以 2会对I有一个force 作用 这个force呢 它的2是I1的部分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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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 Cross V V是什么 V是2对1的 同样的 E1也会 I1也会作用一个force在I2上面 那这个force呢 是它产生一个磁场在I2上面 这是第一个电流产生的磁场在第二个电流上面 那我现在的问题很简单 那我现在的问题很简单啦 依照牛顿第三运动定律的话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嘛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I1 2会不会等于I2 1 我的问题很简单 不管会或不对 会或不会 都要有原因 OK 如果不会的话 那就麻烦啦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好像 在这个地方就会被破坏掉 那如果会的话呢 你要去证明它说 为什么会 这是第几个problem 我们已经第四 第五 第五是不是 第六还是第五 第六是不是 好 OK 它会不会等于它 然后 如果它是等于它的话 那你要证明 它是等于它的 圆不一定要用到 C1个loop C2的loop 没有说一定要大的圆 没有说一定要大的圆 那我们现在我们在看 这是我们对于FORCE的部分 好 那我们 接着我们要探讨的是 TALK的部分 OK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 我有一个带电流的电流环 那它是圆形的 OK 那现在呢 我不管它在哪个地方 碰在哪个位置上 我只知道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有磁场 那磁场呢 我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跟这个环平行的方向 第二个部分是 跟这个环垂直的方向 那 很明白的就是说 如果跟这个环 垂直的方向的部分 就是V垂直 那我们直接把V垂直的部分 视为就是进去的 OK 那 V平行的部分 因为你这是一个圆 所以我随时都可以假设 V平行的部分 OK 就是两个分量 你知道了 那对这样子的一个环来讲的话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对这个环来讲 每一个小的element DL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DL Clause V OK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位置上面 会受到力的作用 在这个位置上面会受到力的作用 受到F的作用力 OK 因为我们的I 在电流方 那同样的在任何位置 在任何位置 DL Clause V 所以你看到 FORCE 在这边 它受到哪里的 FORCE在哪个方向 在这里 在这里 FORCE在哪里 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在这边 好 那你们看到 它Total的受力是多少 0 对 我们看到 对V垂直而言 这个component 它Total的受力是等于0 那反过来 对V平行的分量 我们先看这一点 受力是多 在哪里 DL Clause V 所以是超上的 你现在看 里面的 FORCE是朝上 同样的 这一点的FORCE在哪里 DL Clause V 所以你看到 这个PORCE是朝内的 然后再来 在这里 这一点呢 PORCE是朝哪里 DL Clause V 向里面 再来看这一点 好 你现在看到了 对V 平行而言 它Total force是多少 啊 0 所以 两个 我们看到了 Total force 是等于0的 但是 这个环会不会静止 不会 因为 这个环的话 你会看到 它这个FORCE 全部把它张开来 它会非常的正 然后我们看到 你这边的力的方向 跟这个力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 以一个对称轴来看待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这个环是什么 上面受到的力是朝上 下面受到的力是朝下 那这个环会怎样 会转 那会转的意思是什么 它会受到Total的作用 换句话说 它的Summation Talk 是不等于0的 OK 所以它才会转 而且它会转的话 你看到 FORCE朝上 这边是FORCE朝下的话 这个整个环是这样转的话 那我们说Total一定是这个方向 这是你的定性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要讨论一下 你的定量的部分 这个Total到底是等于多少 我们说 你这边的FORCE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当成是DF来看待 我把它画出来好了 对称的两点 你的DF 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是朝上 DF是等于I 然后 DL Clos V 因为它整 基本上 这个I跟 I跟这个V的方向 是有一个夹角 那这个夹角 说 假设这是FY角的部分的话 那 你的 你的 磁场的方向 是V 所以 DL Clos V 的部分 实际上是 乘上 Sine的这个角 对不对 乘上Sine 这个角的部分 就相当于是 乘上Sine的这个角 而这个角 就是你的FY角 所以我们说 这边是I DL Sine FY OK 好 那同样的部分 底下的部分 也是一样 对称的位置 就是FY角 所以我们的DV 往下 那你的DF的部分 OK 是等于I V DL 我把DL已经 方向拿掉了 然后Sine的FY 那我们把 方位先定出来好了 这是X轴 Y轴 这是Z轴的话 那我们说 这个FORCE 是朝 正Z的方向 这是朝 负Z的方向 这样子把方位定出来以后 你就很清楚了 那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的TALK TALK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以这一根轴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了 在上的FORCE 是朝 所以我们看到 R Clos F 所以他的TALK 是 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知道 他的R是哪一段 是这一段 对不对 所以我的TALK 是等于 R Clos F的部分 R是等于 这个大R 的Sine Theta 乘上FORCE FORCE 是这个 DV DF 的部分 然后呢 他的方向是 I的方向 因为X走的方向 OK 同样的部分 下面 下面的部分 R Clos F 所以 你的R 是这一段 如果你 你为了避免 这个 误会的部分 我们的R2 是这一段 所以我们说 DETOC 1 是这样 DETOC 2 就等于 R Sine Theta D F2 R 所以我们把 我们的 TOTAL TALK 基本上 你是所有的TALK 把它加起来 事实上 我们会发现 对不起 有一个部分是 也可以这样 这样直接写 可行 OK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整个TALK 把它加起来以后 就变成 2R Sine Theta 然后 I 这里的V 是V 平行的部分 我把Index 把它写上去 V 平行 然后 Sine Phi 不是Sine Theta 然后在乘上 BF 又一个Sine Theta 所以乘两倍 然后I V平行 R 然后DL 然后你全部把它积 积起来的话呢 是 我们看到 我们是这个DL DL的部分 就等于大R的D5 那你把DL带进来 带到这个地方去 那我们的TOTAL TALK 现在TOTAL TALK的部分 就等于2R I V 平行 然后 Sine 平方Phi RD5 然后Phi 从哪里积起 从0积到Pi OK 这是 我们所有的一个 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G出来的话 是2分子Pi 然后2R平方I V平行 那得出来的结果就变成是 I R平方Pi V平行 那这个 这是I 方向 这个结果 给我们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 我们平常我们把我们的TALK 写成 Pi R平方I 乘上V平行 而这一项 就是我们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我们把它定义成Mu Mu的定义呢 就是你的电流 乘上电流所围成的面积 OK 那它其实有方向 它的方向呢 就是你把你的右手 把你的右手 握住电流 大拇指的方向 就是你的TALK的方向 你的 不是Dipole的方向 不是TALK的方向 你把你的右手握住电流 你把你的右手握住电流 你的大拇指的方向 就是你的Mu的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是 针手右手定则 OK 它的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是 既然你已经有Mu的方向 那TALK本身是向量 然后TALK本身也是向量的 那我们怎么样把磁场 然后TALK的方向 跟你的Dipole的方向 三个把它合起来 三个把它合起来 我们有Mu的方向 有V的方向 那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我说 我把右手定则放进来 Mu的方向是朝里面 那你现在 你知道TALK的方向是朝 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直接看到 Mu如果Cross B 是不是就是它 的方向 Mu是在里面 B平行是在上 MuCross B 是不是TALK的方向 那我们看到 我直接把 就是我们TALK的方向 那现在你会说 那跟 跟它平行的部分 跟它垂直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跟它垂直的部分 Close以后是什么 0 因为 我的右手定则 我握起来的 Dipole的方向 就是跟这一个 电流环的环面 垂直的方向 我的大拇指的方向 而这个电流环的 环面的方向 你的磁场 有一个是 垂直环面的方向 就是B垂直的 这个 这个Component 跟MuClose是0的 所以你只要 去 把MuClose 什么 跟 这个整个电流环 是什么 平行的方向 就是你的TALK的方向 所以我直接 我在这里 我不用再加上 这个平行符号 这样了解吗 所以 这是我们在 整个 磁学里面的话 非常重要的 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 在电穴里面也有 电穴里面是什么 一个Dipole Beletric Dipole Moment 就是负振 它在电场里面 它一样会收到TALK 而这个TALK是什么 P Close OK 为什么 我们说 这个负电货 收到一个力 震电货 所以你看到 这整个的Dipole 是什么 是这样子在转 对不对 它收 TOTAL的收力 是等于 OK 那就是像 操里面在转 那个TALK的方向 是操里面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Dipole P Close E 就是你的TALK 的方向 一样的 类似的情况 在电穴里面 一个 Electric Dipole 在电场里面 它的TALK 是 P Close E 然后你的 Total的Force 是等于0 那在磁学里面 一样的 你TOTAL force 是等于0 那你受到的TALK 就是 Mu Close B 所以 在这边 这一个 Megangest Dipole Moment 的部分 是 磁学里面 最小的 组成 它是以 Dipole形式 组成的部分 那这个Dipole 是多少 就是等于 电流 沉上 它电流 手包围的面积 就是 Electric Dipole Moment 的大小 Dipole Dipole 谢谢大家